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本节目由葵花魏康林独家冠名播出 修护未粘膜 止痛更致痛 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 他们是情感导师莎娜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雷鸣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陆琪老师 欢迎 来 了解一下这位嘉宾的基本情况 请看 给另一半贴三个标签 到来 老黄瓜耍堆器 撞探 不着雕 三个不够 他就是牢鼓走 见不得我好 不够爷们 偷偷后腿 没有记性 你们的感情怎么样能变好 让他变得和我一样 越后越年轻 他别老再作妖就行 不作妖就行 都作了哪些妖呢 请出这对夫妻 来 有请 费先生47岁来自天津业务员 有请 董女士53岁来自天津 保险公司职员 有请 欢迎两位 专专老师 老师好 好好好 四位嘉宾老师好 您今年53岁啊 是的呀 看不出来啊 那必须的呀 必须的 必须的 这个结婚几年啊 我们结婚大概有八九年了吧 是初婚吗 不是 我们是二婚家庭 再婚重组 对 那也挺好 幸福吗 还行吧 哎呀 说的那个委屈 怎么认识的呀 当初是 当初呢 是我们通过报纸上 我刊登了一条 找球友的那个信息 打网球 然后我们家先生 给我打电话 我们就那么认识的 你也喜欢打网球 是 当初年轻时 挺喜欢运动 现在也不老 47岁年轻人 哎 当初年纪 年纪别老是那么 目气沉沉的呀 小片里面说人家 什么老黄瓜 刷力气什么 不需要 然后呢 打网球就打好上了 就是经常网友一起玩嘛 过了那么两三年吧 然后我们俩就在一起了 上一段婚姻 你各自有孩子吗 有啊 儿子跟我 啊 她的是 女儿 跟谁 跟她妈妈 你们又自己有孩子吗 我们没有 那现在这儿子里多大了 现在我儿子已经25了 现在应该就是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了 是的 这就算二人世界了 对呀 幸福啊 我就认为很幸福呀 那怎么作妖呢 我就认为二婚嘛 要过得比头婚还要好嘛 然后我周围也有朋友 二婚 他们过得就一地鸡毛 所以我就想 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过呀 而且我觉得 我活得也挺年轻的呀 我们可以像年轻人一样 过自个儿的生活 对 您具体的规划是什么 规划就是 我想跟我们家先生 买一个大一点的养老的房子 装修好一些 环境好一些 生活浪漫一些 可是我们家先生不是这样 我们家先生就是有点那种 老古板 老传统 没有什么激情 买房子了吗 买了呀 谁的钱呢 买房的时候 我跟我们家先生说 首付 各付50% 然后贷款 再来个A制 这样式的呢 我觉得 别挺好的嘛 我们家先生不同意呀 我就左磨又磨 磨半天才同意了 但是房子还了差不多半年的时候呢 我们家先生又开始为这跟我吵架 吵啥呀 换完贷款啊 我这手里头啊 就存不下多少钱了 我得为我们俩 以后的生活着想啊 我得多存点钱啊 这样生活我们才有保障啊 你七老八十了呀 咱俩才四五十岁 你说你考虑那么远干嘛 你人吃五五杂粮 能有不得病的时候吗 我就恨不得多存些钱 我这心里头才踏实 理解 中国人嘛 咱传统的中国人 咱得存嘛 那这事后来怎么解决呢 房贷不是还得还吗 就因为他不好还房贷了 人家都是英雄无悔 我们这可倒好 跟大狗熊在的 说反悔就反悔 我一赌气 离婚 不过了 离了呀 那你们现在还是夫妻吗 是啊 都离了吗 离完了以后 我们俩是离婚不离家 意思就是去民政局 办了个离婚照 但是没分开 没分开 所以那房子不是 各百分之五十吗 房子确实也聚不开 是吧 对呀 就住在一起 住在一起啊 然后呢 然后我想明白了 你不老爱存钱吗 干脆你就存你的钱 嗯 贷款我来还 因为我挣的工资比他多呀 哦 等于说在一个屋檐下 您就开始还那个房子的贷款了 对呀 我这个多想得开呀 不能为钱来 牵绊自己 这个倒是 那你们现在还是 还是这种离异关系吗 复婚了 那我都掏钱了呀 我向他低头 干脆扶个软 这大姐的性格 那离婚多久付的婚啊 差不多一年了吧 你这不行啊 你怎么掉到钱窟窿里了呀 对呀 你看看 怎么人家把钱出了 你就给人复婚呢 他离不开我 我这又浪漫 又漂亮 而且我还会哄他 是是是 这就给人捏死了啊 行吧 手拿把钻 行那不是就应该没矛盾了吗 哎呀 您不知道 我呀 本身就特别爱穿 你知道我那衣服了好多呀 他老张口闭口的就是 哎呀 你看咱都老夫老妻的了呀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 然后我想每天穿上漂亮的衣服 在他面前显示一个崭新的自己 然后那多浪漫呀 生活都有情调呀 是不是 我就希望他夸夸我呀 然后他可倒好 不夸我 嘴还被毒 我刚才听了 那老黄瓜刷绿漆说的这意思 要不就是我天天穿着新衣 是不是万有新人了呀 你说哪有这样说的呢 是不是啊 我这不也是在调侃你吗 哎 我看大姐穿这个衣服 没问题挺得体的呀 您可不知道主持人 家里头那是多少衣服呀 我今天啊 特意带来几张照片 这几张照片只是冰山一角 你别管 房子是我买的 哎 你别管 房子里有我钱 他衣帽贵里 他都不让我照这些照片 哇 衣服真不少 但是挺得体的 也没有您说那刷绿漆什么的 是吧 就是嘛 所以说嘛 他挖骨我 你看看他 夸得不行 挖骨到劲儿劲儿的 嗯 然后他还说什么 你知道吗 说什么 你看这衣服天天啊 我看着都受委屈 我的衣服 他那些衣服啊 一两年都不带宠幸一次的 你管他买的都是我买的 他那衣服都是我买的 我想宠幸谁就宠幸谁 你这没事 你还老张了买衣服 那可不嘛 你看那明星姐姐们 明星妹妹们 人家多少漂亮衣服呀 是是是 我也想活出 像他们一样那么精彩 乘风破浪的姐姐 就是嘛 今天咱这儿来了 这怎么办呢 像您这么有办法的人 他要这么 我就想要多夸顾我嘛 对 我就说您有办法嘛 他也不夸我 然后我就想了个好办法 啥办法 然后我跟我家老公说 老公 你不爱存钱吗 我每天给你一百块钱 然后你夸我 夸得我心花怒芳 哎呀 这一个月下来 你可三千块呀 你这么爱存钱 存你的 这些钱我都不乐意挣 不是 你就没挣 真没挣 主持人 一分都没挣啊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不是 你就觉得好看 天天跟我这样说 哎呀 你看我钱 想花都花不出去 陆琪老师 这些我可以挣 对吧 听见了吗 我能夸你 我一看你就觉得 字面漂亮 是吧 天姿骨色 骨色天香 陈鱼落雁 还有呢 这哪行啊 我穿漂亮衣服 到外面同事朋友都夸我 就真不挣这钱啊 不挣 人家说了 天天说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不挣这钱 我就是天天我不夸她 她天天还花枝招然地出去 我再夸着她 她天天更找不着美了 不是 那你就跟她一起出去呗 你还没退休呢 47岁我也想 但是啊 别看她心里这么说 嘴上这么说 人家她朋友聚会的时候 也是跟我说 老婆赶紧挑一件最漂亮的衣服 和我去参加哥们聚会去 你看看 那不还是希望我漂漂亮亮的吗 那我只是希望你 跟我在一块的时候穿得漂亮 这么自私你 那平常你们 就除了这个有冲突 还有别的冲突吗 有啊 你也知道呀 我们俩是通过打网球认识的 对吧 对 我很爱运动啊 可是她现在不爱运动了呀 再者说来了呀 我的工作是干保险 我认识的客户 竟是80后了 90后了的 我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啊 这样都有朝气蓬勃 对不对 更显得年轻啊 而且他们的运动我也喜欢 以前我是只是打打羽毛球 打打网球 现在和他们在一起呢 我有时跟小男生小女生 打打篮球 玩玩飞碟 然后呢 打打保陵球什么的 那都我喜欢的活动呀 性格真好 而且这样是显得多年轻啊 是不是啊 是是是 不是显得 就是年轻 就是年轻 人没有老 看主持人说的就是年轻 对 心老了才老了 对吧 没错 皮囊老了不算老了 对 对吧 你都不知道 你多两岁数了嘛 但是我有时候运动嘛 有时候肯定 撑了胳膊 撑了腿 那么难免的嘛 对不对 主持人 是是是 回到家以后 就希望我老公能够 按摩按摩 吹吹腰 然后训个哀咎什么的 那我说了好几次了 他才给我训了一次哀咎 主持人 他这可不是一般的胳膊牛了 他这是五十肩的 闭嘴 老说我老 老说我五十岁了你啊 你可不五十岁才得的五十肩啊 你年轻能得五十肩吗 然后我就让他给我训训哀咎 训哀咎 那一住哀咎 我也就十五分钟 在十五分钟里头 窝了个天呐 你不知道怎么损我了呢 看见了吗 玩的时候你不找我 疼了吧 难受了吧 找我来了吧 这说的是事实啊 您玩的时候怎么不带人家去啊 带了呀 你不去嘛 然后这边撑一下扭一下的 按摩按摩 但是我不喜欢动啊 我觉得生命在于运动嘛 他就认为生命在于静止 这样才能承受 而我认为就不是这样式的 对吧 一派叫运动派 一派叫乌龟派 没错 乌龟也不动啊 他怎么能万年呢 他能伤口啊 对对对 然后吧 我就想 我就想这胳膊疼啊 我想巩固一下 好跟小朋友们一起出去玩去啊 比如说老公啊 你赶紧陪我去医院里 扎着针灸 按摩按摩 他可倒好 陪我去了呀 陪我去了以后 您猜怎么着 跟大夫那儿吐槽我 说我什么 天天往外移 然后穿得还倍儿少 这着凉了吧 疼了吧 然后说说吧 我在扭头一看他 磨上眼泪了 哎呀 这大老爷们的 我这不也是心疼你吗 看真不错 真不错 我这确实是心疼他 大夫给他按摩的时候 疼得他是嗷嗷叫唬的 我这不也是心疼他吗 疼在你身 痛在我心 是吧 是的 真是跟大夫那儿吐槽我 好吗 我不也是希望他 我能跟大夫素素骨 让大夫多管管他吗 多替我说说他吗 懂了 懂了 其实我听您说这些 好像都是幸福啊 没有听到什么过得不好啊 他不爱我 我本来想他宠宠我的 他不仅不宠我 也不爱我 我认为他不浪漫 不是 您是怎么察觉到 他现在不爱您的呢 我就认为啊 这生活不就应该有浪漫 然后有惊喜 平常时候他不会夸我 我假如我夸过他吧 我夸了他以后 我可以要一些 我想要的小礼物啊什么的 是是是 然后有一次吧 去超市 我最爱吃榴莲了 然后我一想 老公给我买的 显得多恩爱啊 然后我就跟他说 老公 你最宠我了 然后你也最疼我了 那我要吗 你不得给我买什么吗 然后他辈高兴问我 想买啥呀 我说想买榴莲 买 一下子就给我买了 二百多块钱呢 哎呀 我可高兴了 回到家里头 晚上一边看电视 一边吃榴莲 我跟他聊会儿天吧 再扭头一看他 再聊天不理我了 他不就又琢磨我钱吗 主持人 他就爱说这句话 我还琢磨他钱 几块榴莲 就二百多块钱 当时我并不是说 特别乐意给他买这个榴莲 不是你 你存那么多钱干嘛呀 过日子想吃个榴莲 又不是天天吃 就是嘛 不是这个榴莲 有什么好吃呢 臭气红签的 我爱吃啊 那个榴莲 是女人的美容院 吃完以后皮肤棒棒的 她在那儿当着老多人 在那儿跟我 我不是撒娇就是卖萌 我这脸我都挂不住了 我一看我赶紧 我给他买吧 赶紧走吧 所以您是买完之后 回到家里就开始 是啊 那您还不买呢 您那么多钱 你说买别的水果 得买多少啊 所以说嘛 那就是老老人扫兴 那您以后就别让他 买榴莲了呗 对呀 像他这样的事 多了去了嘛 还有别的呢 那可不嘛 你说我们俩的生日啊 本来就差三天 过生日应该也 各自过各自的对吗 也有各自各自的精彩啊 有各自浪漫啊 他过生日的时候呢 我给他买了礼物 又请了他哥们 然后给他买了一瓶 特别贵的酒 请一桌 高兴的他呀 喝多了都 等到我过生日的时候呢 他就知道我爱花 然后呢 给我买了一束花 挺好啊 然后呢 也给我准备了 烛光晚餐 西餐 然后我就磨了它 给我买了一件 我最耐的 挺贵的 大不垃圾的裙子 晚上吃西餐的时候 点恒蜡烛了 我穿我大不垃圾的裙子 在那儿跟他吃西餐 我多高兴啊 然后我还转了一圈 给他看了一下 我大不垃圾的裙子 三百六十度啊 您知道吗 你是高兴了 我不高兴了 我钱包里的钱 又离家出头了 他总是这样子 你说我这一年里边 不就过一次生日吗 买一件漂亮的裙子 你说非得在这会儿 你说你跟我 你给我泼冷水 你天天跟那些 八零后九零后在一块儿 就知道浪漫浪漫 这个浪漫啊 在我心里就等于是浪费 你听听 听来听去啊 这个家庭围绕钱的争议 非常大啊 就生活观念是不太一样的 其实再婚家庭 除了钱之外 还有一个子女问题 你们应该没有 子女问题吧 有 尤其这个子女问题啊 她永远都是一碗水不端平 啥意思 我儿子都大了呀 有一天回来了 儿子剃了一个新发型 两半半短 然后啪前半半长 往后一杯 是那种吧 是啊 小年轻的 好帅的 好年轻的呀 小年轻太爱剃 对对 我儿子一先来以后 我就说好帅呀 哎呀 真是跟妈妈一样 走在时尚的前端嘛 然后 然后你猜 我们家老公说什么 说啥 流了流气的 都让你妈给带坏了 本来就是嘛 多双标 你多双标 你这个儿子呀 在平常生活中 我觉得主持人 就得严厉点 因为他以后 得成家立业 得有担当 我觉得我对他这样 严厉是对他好 二十五岁了 就能少说少说吧 听见了吗 二十五岁了 人家独立性格都完成了 您说他干嘛呢 这不是挺好吗 说你儿子说明关心呀 人家没把他当外人 对不对 是啊 那闺女呢 闺女上小学 本来我就显得年轻 而且呢 我也愿意跟小朋友 就当个好朋友 那样似的 闺女要什么 买什么 想去哪玩 带哪玩去 我觉得比我亲儿子 还耐呢 但是这个闺女呢 在他眼里就是妈呢 只能疼 只能耐 不能说 然后那天吧 闺女来了 举个矮派过来了 你说他上小学 都已经很胖了 而且还戴了眼镜 我就说闺女我得少玩会儿吧 妈妈带你下去 跳跳舌 踢踢圈上去 对不对 咱别老窝子呢 回来胖了都不好看了 以后漂亮衣服都穿不了了 哎呀 你猜我们家闺女来去吗 想说说你儿子 别说我 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这口气窝在我心里呀 他也是 你听他说啥 没把我气懵了呀 他说啥 他说了 后妈呀 只能疼只能耐 不能管 主持人 您可不知道啊 他一生气起来 他说话那种语气 那种气势 孩子我根本就接受不了 我那是跟你说 跟宝贝的说的时候 我可温柔了 我们俩是好朋友 我就怕孩子 接受不了你这种态度 所以我才说 我来教育他 我来说他 说了根本就不管用 该怎么耍怎么耍 该怎么闹怎么闹 你说你说这个亲爹 哪有这样的 闺女儿不跟你们住一起吧 平常六日偶尔会过来 就是就是接过来 六日就住过来 周末住过来 对对对 那应该还好 我来问几个问题啊 您现在两位的钱是 怎么使的 各管各的是吧 对呀 AA制嘛 您管房租 不是 您管 还贷款 还贷款 这都管了 都管了呀 那日常的生活 怎么弄啊 他要回来找的话 他买餐 他做饭 就是在钱上 您不是那么计较是吧 他要饿了 他就是在钱上 他买了 他就是在钱上 他就帮助他们 我本身就帮助他 他就帮助他 他就帮助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信你一会儿听听专家老师们怎么说 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就问您一句啊 先生 就是当初买这个房子 是你们共同商量决定的吗 还是他一意孤行 商量了 那你凭什么不还贷款 其实我为了就是多存点钱也没有购物 你存钱给谁存 给我们俩以后啊 不是给姑娘存嫁妆吗 姑娘她在她跟她妈妈呀 跟她妈妈你不需要给抚养费吗 我们抚养费并不多呀 抚养费并不多 你不为你姑娘未来考虑吗 我觉得有些话大家直说 请问你存下来的钱给她花了吗 你也给我她的花呀 花了多少 买个榴莲二百块钱都要刀刀半天 请问你给她买过衣服吗 就是您闷心自问 您存的那些钱到底干嘛 就我觉得这事特逗 就房子大家商量着一起买 然后首付呢一人一半 到还贷款的时候 哎我不还了 这任何一对夫妻之间 都干不出来这事啊 为什么她一个人要去承担 还贷款的这个压力呢 你美其名曰说我想多存点钱 请问什么叫我想 不应该是我们应该多存点钱吗 如果你存的那个钱 真的是为你们而存的话 你们是不是不应该是 AA制的生活状态 如果那个钱你真的是为她 和为你们将来打算的话 请问你们现在为什么 要AA制的 所以您存的那个钱 是给您自己存的 这里面并没有她的事 不要打着这样美其名曰的旗号 干着这样自私的事 我觉得这个真的挺说不通的 这点真有点冤枉我了 冤不冤枉您 您自己心里清楚 你的心怀鬼胎是在哪儿啊 你享受自己的生活和人生 你非常清楚 这个男人他不是能跟你 过到一起去的人 我觉得他应该 你想要影响她 想要感化她 咱都经历过一段婚姻了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一个男人你想要改变她 还是改变不了的 而且她都这个年纪了 你怎么改变她呀 所以我就不就 就她这个Core Young 一分钱不在你身上花 你涂啥呢 反正在家里头洗衣服做饭 都是她的事 所以啊 您的心怀鬼胎是什么呢 就是找一个人伺候您 照顾您就完了 反正钱我乐意花 我就当拿这个还贷款的钱 故意保姆 然后我自己享受 我自己的人生 就我觉得大家 不如打开天窗说亮话 否则的话这样下去 如果你们演的不累的话 我们倒是也无所谓 但是我就怕有一天 真的演不下去了 就这样 重组家庭 能在一块过八年 应该心里都明白 该明白的明白 不该明白的早明白了 中间离过婚又复婚了 那就是明白上加明白 作为男人啊 什么叫福气啊 有一女人 这个女人啊 不管她的魅力 在别人那管不管用 她这魅力在咱身上管用 在那超市里 她想吃榴莲 几句好话 扔过来 瞬间就飘了 明明特别在乎钱 这榴莲也得给人买 当时没明白 飘了呀 哎 你知道一男人有一女人 费心把咱忽悠飘了 是多得一幸福吗 然后当时这榴莲买了 回家吃榴莲的时候 一拍大腿又明白过来了 嘿 我今儿又被你把这二百块钱忽悠走了 这个拍大腿的时候 心里可能不舒服 但是掏钱买榴莲的时候 那个瞬间 你要说心里一点不舒服 她怎么不忽悠别人去 哎 你认不认可 其实你妻子蛮有魅力的 哪怕就买榴莲那一瞬间 而且那个魅力它对你管用 而且两个人离了婚还能复婚 但是有一点我特别不认可您 女儿说 你别管我 你要管你管自己儿子去 这个女儿内心深处 明显跟这个继母 她是有见外的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您前妻 跟女儿互动的一个结果 但是您应该表表态 您并没有支持您现在的妻子 跟您女儿之间的互动 所以不在女儿心里建立 妻子的角色权威 哪怕不是亲妈 那么是不是我们心里跟人家也见外 越听到最后 两个人财产分得越清楚 那这是光在亲子感情上见外呢 还是在感情和钱上 其实都见外 这事儿我们心里得想明白 我就说这么多 其实呢我觉得 二位都想明白了感情蛮好 我还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明白 所以我想问一下先生 您太太知道你现在有多少存款吗 知道啊 密码呢 是她生日啊 也就是她存钱的确是在为您俩考虑 就算认可吧 但为什么在你嘴里 她是一个自私自利的 只在为自己考虑存钱 因为我觉得她老爱出而反而 她老是泼冷水返还 但我看到对你来讲 如果大家都知道密码 也知道具体的存款数 那就是一个人的钱拿去还贷款 另外一个人的钱来存着 大家共用嘛 但是我觉得钱不是你们婚姻当中 或者生活当中最大的障碍 你们两个最大障碍是 各自在玩各自的 你们都防着彼此 你们没有共同的玩乐 我只看到的是婚姻现状是 未来三年你们是否还能愉快的在一起 因为刚才您说了一句话 你说我们俩相识是因为 我们有共同的爱好 她跟我一起打球 我们是球友 对啊 但是现在我听到的是 她玩她的我玩我的 我们两个人玩的都不一样了 一个是归西法 一个是在外面的玩球大法 越来越差异远了 你们彼此不认可了 为什么今天你们会来台上 因为你们觉得不舒服了 你们找不到原因 但至少我看到唯一的原因 现在 就是你们越来越 不再去欣赏对方 不再去愿意跟对方创造共同的东西 所以如果我要给你们的建议的话 唯一一点小建议 财务真的公开透明 如果二婚夫妻还有对对方担心或者防着的 不如就敞开话说明白 所以如果你们不能够再创造共同的一点利益 这种利是彼此真心给予对方利的话 你们的婚姻早晚出问题 我最近听到一个词叫初老症 说人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老了 你是初老症特别明显的 就是你47岁嘛 然后就感觉到 哎呀我以后将来怎么怎么着想了 我已经老了 我已经苍老了 再不存钱的话 我以后怎么办 再拿什么养老 深深的有一种苍老感把你吞没了 其实你也是初老症 虽然你不承认自己老 但是你又反抗自己老的方法是我完全抗拒 然后我一定要让你爱我 然后当然你的状态我很喜欢 但是确实在感情这件事情上面 你们两个人都是失去分寸感的 这个时候你们要重新 我建议你们重新回到自己二十多岁时候 那个状态 你去想一想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是怎么去谈恋爱的 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去谈恋爱的时候 需不需要贴钱给别人 二十多岁我谈恋爱的时候 需不需要对一个人那么抠那么抠那么抠 你心里面想一想 如果这个男人真的没有那么爱你的话 你应该怎么办呢 你为什么不能承认你爱他 比他爱你多的多的多呢 这点我承认了 我能说过 然后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 将就吗 继续贴钱吗 我要求他 继续强行把这个生活维系下去吗 能维系多久呢 他今年47岁 他的初老症已经那么严重了 等到他过五十的时候 你猜他在生活里面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状态 你猜他会怎么对你 所以我觉得 那我就把钱拿过来放在我这村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得接受自己的 每一个年龄状态 以及每一个年龄状态之下的情感需求 如果你真的不需要情感需求 你大大方跟他说嘛 我不需要我现在就要钱 我不需要结婚 我不需要老婆 我不需要有一个人那么爱我 你可以跟他说嘛 但如果你需要 那么对不起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或者取之无度 或者过于吝啬 在感情这件事情上 就这样 爱要不来 爱也买不来 买来的只是一种硬 和你的感受 那不是真爱 其实您比我们都了解他 他到底要什么呀 对吧 我们算是听了你们 这么短暂的讲述之后的一个感受 对吧 家里还有一挺重要的人 也算一成年人 听听到儿子怎么说吧 来 我觉得我妈是个宝藏媳妇 废叔就应该珍惜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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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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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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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且就我工作的事 我说了 我之前就是自己一个人 我生活工作完全独立 没有问题 你自己帮我发朋友圈 这个事已经给我造成不好的影响 实际你的朋友圈有买车的吗 你是个幼师 他们买车可能找你嘛 而且就这样我就心灵了 他就特别离谱 我们俩出去吃饭 吃出来个头发 我说这个事把经理喊过来 我要投诉他 他怕我这个做销售时间长了 比较激动 他把这个事揽过去 我觉得他是好的 但实际情况特别的奇葩 他跟人经理说什么呢 这个吃出头发这事不要紧 我的这个男朋友是卖车的 他卖车特别专业 如果你以后有朋友 想从他这买车的 千万要介绍给他 赶紧现在赶紧加个微信 这事我们就不投诉了 就这种奇葩的行为 当时我就尴尬地 想找个地方往下钻呢 我不是就是怕你这个 工作压力大 消息业绩也不好 我不是为了 也是为了你好 为了我们以后吗 你就是甭管怎么开单 怎么加上人的 怎么就是到最后 你就只看中结果不就好了 你管别人说什么呀 结果就是我一辆车都是 没有你给我介绍的客户 从我这能开单 而且我就是能开单的客户 你倒反而碰加阻拦 你还看我手机 就发生啥了吗 有个女客户 一个月之内从我这儿 她说订了好多车 实际就三辆 人家两口子一个月 到换车嘛 从我这儿走的置换 也是月底 最后人家父母想换车 加起来一共那么三辆 你说你最近业绩都这么不好 一个女的为什么 一直找你买车呀 我就感觉你们之间 联系太频繁 就是不正常 汽车销售 我这个客户嫌 我买第一辆车 我就给他删了 你就这个逻辑吗 我这边主要有一个 特别的情况就是 我前夫就是和别的女人 聊天出的鬼 所以我就害怕 他也会和他一样 然后我就比较在意这件事情 发现这件事情以后呢 然后我就想着 让他给我一个承诺 最好呢是可以落实到 字面上的一个保证书 保证啥呀 就是保证适当处理 和女客户的关系 主持人 我说实话 如果我写了保证书 那张保证书 就能给你安全感吗 我跟你说 我就因为这事 我把那女客户删了 我也不写 删了吗 当然没有 我不会那么理 写了吗 没写 没写 这就是彼此开始 真实地了解 一个相对全面的对方 其实冲突就会变大了 对吧 是的 我相信这个冲突 会越来越烈 对不对 这还只是开始吗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后续 她安全感方面 都通过我穿着来 向她保证 比如说 特别幼稚的事 她找个红绳红项链 让我戴着 我就想让你戴上那红绳 让你的朋友 更加认可我 你为什么就不呢 为什么搞对 像这个事已经关圈了 我还非得戴个那个呢 而且我平常 打个发辣 喷个男士香水 哦 戴个手表 这都不行 你就说 我这个都是别有用心 主持人你知道吗 她每天在家 一天说24小时 12个小时 基本上就对着那镜子 又打发辣 又看这个西装里边 配什么衬衣了 然后再换一个 这个眼镜的颜色吧 你说你每天 能打扮跟花孔雀似的 你出去就是招风影蝶 你就是让别的女人看到 我就不希望你这样 你光说我 你穿什么衣服 我从来没管过 那我穿一件衣服 女为月节卷容 我就让你夸我两句 怎么着就不行 在私下夸不行 非得到外面夸吧 哎呀 所以对你来说 管束太多了对吧 是啊 特别累 就是她就是想改变我 而且如果要改变的话 我自己 为什么要 按照她的框架来呢 是 我本身就特别难 被接受的一个人 特别融入 嗯 她是主动追的我 虽然说我单亲家庭 但是我毕竟34岁未婚 嗯 对吧 我有房有车工作 是这个不太稳定 但是我一直还是有工作的 她不能 她的思想签约给我 我感觉更应该是 我做一个主导 而不是每次她都处处可怜 哎呀 你这个优越感 也来得莫名其妙 你知道吗 孩子现在 也住在你租的这个房子 还是在老家 我父母在带 哦 父母在带 那她见过孩子吗 没有 这不是迟早都会见吗 当然我不希望孩子 过多地去掺和到 我和她之间的事情 但是肯定会有一些牵连啊 我也会给她过渡一下 再说这个事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借完钱她会还的 那是还不还钱的事吗 你就是没有底线 你明白吗 行 听明白了 这是哪儿点都不是了 今年过年 她想把她的这个 父母和孩子接过来 我就说反对 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我父母过来 然后孩子也过来的话 孩子也挺乖的 你也可以试着 去和我父母接触一下 和孩子接触一下 感受一下这种家庭温暖 还有这种家庭的氛围 我没有其他的意思 我和我父亲关系都不好 你为什么感觉 我能和你的父母搞好关系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如果你们是一种 长期稳定的情感关系 即使没有婚姻的话 是不是也有必要 见见双方的亲人啊 那我自己没有准备好嘛 她愿意融入我的世界 那肯定是按照 我的这个方向 她为什么要 一同与你的世界呢 她为什么要按照 你的方向来呢 不是你们俩商量着来吗 我感觉 我条件比她好一点 你看 我说你就是拿优越 敢压她吗 你条件没太好啊 我毕竟没结过婚吧 你今天多大了 三十四 三十四岁还无后 你说这个男人怎么活的 三十七岁 儿子上初中了 再过几年 儿子就出来帮妈挣钱了 你又有人条件好啊 你哪个条件比人好 你还有什么条件 说出来 我有房有车的 有房有车怎么了 人家有一颗自由的心 你有吗 人家有儿子 你有吗 没有 就完了嘛 有啥好比的 再比啊 人家跟父母关系好 你行吗 有房有车 谈恋爱不讲这些 这个岁数谈恋爱就是 最重要啊 彼此能依靠啊 互相能疗伤啊 然后有一个好的感觉啊 你可别这样了 害死你自己了 还人着急 都是笨四十岁的人了 都有各自的生活经历 却一直想压着 让别人低头认知 自己所认知的东西 所以你们多累啊 不过今天好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看看他们怎么帮你们调整 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你不可能感动得了她的 你所有的这些行为 在她看来 只是给她添雷坠而已 你一点都感动不了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她压根不爱你 你只是给她的生活上 带来了一些便利而已 让她觉得 单身汉的生活 其实可以试着改变一下 有一个女人在我身边 照顾我也挺好的 她那么抗拒你 把自己当仙人掌一样 你靠不进她 她给你设了很多的条条框框 你不要改变我 而且你要按照我的方式来 这就是没有爱上的表现啊 就是一句话 你想多了 还想把爸妈接过来 孩子接过来 让她感受家庭的温暖 她不是不想感受家庭的温暖 她只是不想感受 你带给她的家庭的温暖 所以 你也不要试图感动她 也不要自我感动 就是在一个合适的时间 碰到了一个 你喜欢的人 然后你想你又追了三个月 所以你就觉得 你只要通过努力 就一定能够得到这个人 我只要努力 就一定能够得到她的心 可是爱这件事 她不是努力就能得到的 那你呢 你没有那么喜欢她 没有那么爱她 你就要及时告诉她 不要耽误别人 就是做一点有良心的事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然后也不要拿自己 是担心家庭这件事 一直挂在嘴上 因为你越给自己 这样的心理暗示 你越得不到幸福的生活 就这样 你们俩还给房租 收房租吗 当然不 你们两个恋爱一年多了吧 对 你们大概从几个月以前开始 她不给房租 你也不收房租了 就是她正式答应我以后 然后 几个月以前呢 就是四个月吧 是你们俩谁先提出的 可能算心照不宣吧 心照不宣 就是不说清楚 不明不白 倒是恋爱关系 还是个免租访客啊 所以这件事 到底是怎么开始的 所以这事开始的 就没那么单纯 您知道吗 我问你一下兄弟 他的父母春节不许来 他们家孩子春节不许来 然后你坚决杜绝 跟他们家这些人接触 对吧 哪怕不是女朋友 哪怕哥们弟兄 家里面父亲或者母亲 需要搬个煤气罐 让你帮个忙 你能帮忙吗 可以帮忙啊 你看你还不如他哥们弟兄 不是说他对于 哥们弟兄的爸爸妈妈 就格外的崇敬 他是对你 我的个天哪 你可不跟我哥们 他那么的纯粹 那边我搬个煤气罐就搬了 我这边要给你爸爸妈妈搬个煤气罐 弄不好我就成女婿了 所以他对你是已经到达了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阶段 那这个时候 我们还要步步进逼吗 你看你步步进逼到 他已经看见你就 就已经敏感了 天哪 他爸爸妈妈要来 春节我可不行 而且你步步进逼到 他的爸爸 你是不是惦记我退休金呢 咱能不主动了吗 咱要实在说 现在给他房租 他也不好意思收了 他要现在给你房租 你还好意思收吗 那咱能不能出去 找一正经房东 特别单纯的关系 我给你房租 你当房东收 对吧 然后掉回头来 你再看这边的恋爱 还成立不成立行吗 凭什么他回家摔东西 你就去扫 有些优越感 是有些自卑感成就的 所以先从调整关系开始 另找一房东 我就说这些 好的 谢谢 你哪来优越感 多可怜 有房子 但是你的房子 一点温度都没有 就是水泥气的 一个盒子而已 最多有一张床 你有车 机械的 不加油它不跑 出了问题 你还得去修 不就一机械吗 也是冰冷的嘛 夏天热的时候 里边热的要死 冬天冷的时候 里边冷的要死 除非你把空调打开 车有啥呀 也是冰冷的呀 再说34岁 没结婚 没结婚说明啥 没人爱吧 同样的 你也没有发自内心 爱过别人 你都不知道 爱是什么滋味 有啥优越感呢 你不就想尝试一下 到底爱是什么滋味吗 没有尝试成功吗 因为你不懂 怎么去爱别人 你也不知道怎么去得到别人的爱 你不懂得男女之间应该怎么相互的扶持 也不知道男女之间应该怎么沟通 没人教你 你现在就是个冰冷的机器 多可悲 所以好好想想你真的要不要爱 如果你要爱 是要自己先给自己爱 还是别人要给你爱 如果你连爱这个词 都不知道什么味道的话 那你就不配谈爱 更不配谈优越 同样对女方来讲也是这样的 你多可悲啊 一直讨好别人 前夫前夫你讨好他 他变心了 他出问题了 你近身出户 为什么呢 我为了孩子 他真的有管过孩子吗 没有吧 抚养费每个月按时给了吗 也不一定吧 还想你借钱 为什么给呢 我给他一点钱 他就能对我好一点 他能知道我当年 你都做了这种事 我现在还能心地宽大的 我能够谅解你 我多仁慈的女人 讨好了吗 你同样讨好他呀 你觉得你能管着他呢 你觉得你能给他做饭吃了 你觉得那是真的对他爱吗 不是的 你随时想着这个男人 我怎么能够抓紧的 赶紧跟他结婚了 你想的就是结婚嘛 你不想的也就是那个房租钱 我不用给了吗 你但凡想做独立女人 OK啊 房租要不照给啊 要不你跟他俩对半匹啊 没有啊 而且我特别想劝女生一句话 你既然都在这飘对吗 不是正式的工作 对 回去吧 陪陪孩子 他才是你应该给爱的人 陪陪你父母吧 他们才是一直为你扫碎心 需要你陪伴的人 回去吧 你家乡在等你 有车有房是你最后的自信吗 能够爱人 能够包容人 是你最后的自信吗 就很可怜 你想成为你爸那样的人吗 不行 你现在就是往你爸的路上走了呀 你说你刚才说的那些话 你自己不知道自有多不知好歹吗 他帮你发朋友圈 真的是坏事吗 他给你去找客户 他鼓励你 真的是坏事吗 如果你真心觉得坏事 请问你和你爸有什么区别 你一直在往你爸的路上走 但你的内心在抵抗 所以你才会找一个人爱吗 你不是抗拒爱的 你内心抗拒的是 成为你爸那样的人 你先搞明白这一点 爱是可以救你的 爱是可以治疗你的 爱是可以让你避免 成为像你爸这样的人 你去签户口 你爸居然会联想到 说是不是惦记我的退休金 他已经赶不过来了 你可以 你才三十多岁 原生家庭的不好 不是你的怨罪 是你父亲的错 跟你没有关系 你是可以自救的 我们为什么 在原生家庭的创伤当中 然后挺着挺着 挺到最后 居然又成了原生家家庭的 那个罪魁祸首 他不是在救你吗 你真的会没有感恩之心吗 你内心恐慌 抗拒 生满了所有的刺 你害怕什么 你也是 你觉得你能包容他 你有足够的爱吗 姑娘 你是通过燃烧自己的方式 去温暖别人 你觉得自己几斤几辆 还能烧多久 如果你要去找安全感情 去找一个有能量的人 心里有足够爱的人 而不是找他这样 你的那种爱 对他来说可能是一种伤害 明白吗 一个饿久了的人 你要给他吃大鱼大肉 他不撑死了吗 我知道你们不合适 但是我觉得 与可怜人之处 还是可以给一次机会 就这样 其实在心里 他特别渴望他爹的爱 他要找很多的事情来挑战他 当他老爹被激怒的时候 他马上站到他老爹那一伙 开始欺负这个女人 其实挺微妙的 我们不谈这些微妙 你只要记住一点 你如果渴望爱 你要先付出 你不付出 你获得不了爱 至于您吧 其实真的不合适 要想在一起就好好的 放下猜忌 我知道很难 要不然你们就分开 好吗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家里的本文封 就是你的话 想说 你给女庇ブ 也许 没什么 没什么 我讲 没什么 到底 left 空 你们 对 我 对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